聯合醫院有手術燈跌下來事故 醫管局要求保養承辦商公開道歉 並繼續不接受過承辦商的投票 事犯今年2月 手術燈跌在手術床上 撞傷一個麻醉助理的肩膀 當時沒有病人在做手術 事後調查紙涉及螺絲斷裂 醫管局說已經採取行動 處分涉事保養承辦商 嚴肅追究責任 包括要求承辦商公開向醫管局道歉 賠償事故導致的損失及其他開支 又指承辦商服務不符合合約要求 導致事故發生 對醫院服務安全構成重大影響 9月起暫停接受攝氏承辦商 參與所有天花原吊醫療儀器的投票 安排會執行至明年9月 直至確訊承辦商服務質素達到要求 才考慮恢復資格 同時在現有投票制度引入新評分準則 承辦商過往表現紀錄欠佳 可能影響投票結果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公佈 香港學生的數理能力 在80多個國家和城市之中繼續排前列 閱讀能力倒退跌出前10名 重大負負責為全港超過160間中學 近6000個15歲的學生進行評估 在去年年中進行 結果顯示 科學成績2018至2022年間又改善 全球排名升兩位到第七位 數學能力維持第四位 落後於新加坡、澳門和台灣 香港學生的閱讀能力排名大跌七位到第十一 研究人員估計是受疫情影響 認為很難單憑一年去到斷定趨勢 強調香港學生的表現在全球 依然明列前茅 說要補救我又覺得不是那麼嚴重 如果你正常回到我們又期望它會上回 除非直到有一次 就是我們下一次就是2025年 然後再下一次就是4年一次 就是2029年 如果兩三次都跌 我猜我們就真的 那個科系 我們相對其他科系出問題了 這個男人涉嫌線獲胎人在區選不投票 在粉嶺法院提堂 廉署同時通緝發布貼文的黃世澤 38歲被告報稱是電腦程式員 被控10月31日在個人社交網站 轉載一則煽惑他人不投票的貼文 辯方說要向控方撒取文件 和獲取法律意見 申請押後案件 獲裁判官批准 被告准以5000元現金保釋 不得離港 另外廉署取得法庭首令 通緝發布貼文的黃世澤 落案起訴他三項控罪 指他涉嫌在三個社交平台 展示線或他人不投票的影片或貼文 黃世澤已離港 警方拘捕兩個男人涉嫌串謀製造爆炸品 和管有爆炸品 在東區法院提堂 兩個男人33和34歲 分別報稱無業和電器器工 控罪指他們上個月1日至今星期日 串謀製造爆炸品 兩人各被控一項管有爆炸品罪 即是在他們的御所發現 石灰粉 尿素粉 液態硝酸胺等化學物品 他們申請保釋被拒 還押至明年2月再順 國安案件獲准保釋的周庭 在加拿大宣布棄補 李家超批評周庭欺騙警方行為可恥 會全力追捕 沒有回應警方是否曾經安排他 去內地認識國情 郭婷晶報道 周庭宣布棄補 社交平台帖文同時提及 獲准去加拿大之前 曾經寫過悔過書 又由國安住人員陪同去深圳 參觀改革開放展覽等 行政常觀李家超被問到 這些條件是否屬實 警方是根據甚麼法律理據 他重申 警方寬大處理換尼門騙 會全力追捕周庭 個案的細節我不在這裡討論 因為當我們追捕了任何的逃犯之後 相關的資料 會否用來做證據 我留待給執法部門 但是逃犯出賣誠信 妻遲找藉口去欺騙同情 嘗試自我製造光環 行為是可恥 警方嘗試寬大處理 這個良好意願換來門騙 相信最失望的是嘗試寬大處理的人員 警隊會總結經驗 確保有效維護法紀 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李家超批評勾結外國勢力的人 已經變成外國代理人 本質變成背信棄義 強調政府會全力追捕任何危害國安 棄捕潛逃的人 也都必須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香港亦都不能忘記在2019年 黑暴的傷口雖然好了 但是它曾經令到我們痛得很厲害 痛得難以入睡 基本法23條立法必須全力推行 在明年完成立法 去確保23條定立的法例 與香港國安法聯合起來 成為一套堅實的國家安全法律體系 去完善我們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及執行機制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譴責周庭 說事件可能影響其他希望悔改的人 其實我們警方希望寬大處理 可惜他再一次出賣誠信 還企圖用其他東西去開脫 及為自己製造光環 我對於他這個行為表示是譴責的 另外他這個行為是可能影響到一些 其他希望真心悔改而重新做人 所以我對於他這個行為再一次譴責 廉署落局收緊移民政策 包括提高技術工作簽證 和家庭簽證的收入門檻 外國醫護勞工不准攜同家屬移英 目標將正移民人數大減四成 但醫護界批評 會令人手嚴重短缺問題惡化 李沛珊報道 英國內政大神奇證明 公布五項新政策收緊移民入境 劃疑移英人數已經太多 2022年正移民人數達到74萬5千人 創新高 初步統計今年上半年也都已經有67萬2千人 新政策主要影響申請工作和學生簽證移英的人 明年春季起 將會大幅調高他們申請的最低薪金門檻 技術工作簽證和家庭簽證的最低收入要求 都會升到38,700英鎊 分別多四成七和超過一倍 醫療和護理外國勞工可以豁免最低薪金的限制 但是不可以再攜同受養人移民 特定人手短缺的行業 僱主不可以再以平均工資水平的八成 聘請外國勞工 以免拉低本地人的人工 當局會檢討畢業生的簽證 防止被濫用 估計新政策實施之後 可以將淨移民人數大減30萬 不過工黨批評不夠大都夫婦改革 全國最大公共服務人員工會 也都只會令到原本人手嚴重短缺的 醫療和護理行業更加難請人 估計成人照顧服務最受到影響 其詹明承認會有醫護勞工 因為家屬不能同行而卻步 但是相信仍然會有人肯做 英國同時還要打擊非法移民的問題 打算將大批非法入境者送去非洲勞旺達 但是上個月被最高法院裁定不合法 其詹明會到盧旺達簽署條約 預料會定明禁止盧旺達政府 將尋求庇護的非法入境者驅逐出境 以符合英國法院的裁決 有線新聞李沛珊報道 回來新聞時間 區議會選舉星期日舉行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被問到中央對投票率的要求 政府是否有壓力 他說各方都很重視新選制下首場驅選 區議會選舉在上水設立輪近邊境票站 曼曼自指登記 有內地港人團體認為距離選舉還有五天 登記時間可以延長 陳慧英不得 今次區選在上水設有兩個鄰近邊境票站 方便內地港人投票 但是先要登記 有深圳的港人團體說 已經向當地的港人發出過千個訊息呼籲登記 不過作用有限 很多未必看到香港新聞 可能年輕那些就會懂得科技上網 或者叫翻牆 用VPN各種科技 但是可能有些對科技沒有那麼了解 我們手上掌握的香港人的名單不夠 其實這些可能是住院辦 或住深圳辦事處那裏應該做多些 我們沒有一個實體的名單 所以通過人傳人的方法 其實這個可能在記錄上 收集數據方面會有傾差 而登記在選前五日截止 他認為時間太長很難預算 我們覺得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譬如我說截止的日期太早 因為大家都不肯定 五日後大家的工作行程安排 所以這個也希望日後選舉方面要有個安排更加好 我相信早一日其實已經足夠時間了 除了幫手呼籲 也有港人團體安排包車 在投票日接送港人往返後岸 鼓勵更多人回港投票 有線新聞 選舉星期日舉行 行政長官李家超鼓勵選民投票 對於社署資助長者中心 安排交通接送長者去票站 被質疑可能導致選舉不公 他就說只是提供方便 不會影響投票選擇 政府亦會嚴打線 或他人不投票或投廢票 何婉宜報道 政府鋪天蓋地宣傳區選 鼓勵選民投票 社署撥幾百萬資助長者中心 安排人手和交通 接送長者往返投票站 有議員質疑導致選舉不公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只是提供方便 這是協助香港選民去行使公民責任 只是幫助他們行使公民責任 亦我們一向在投票站中 如果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我們協助他們投票 這也是我們一向的做法 這些安排不會有任何影響投票人 他投票給哪一位競選者的議員 所以是不影響真真正正投票的選擇 廉柱拘捕一名男子 涉嫌在社交平台煽惑他人杯葛拘選 李家超呼籲市民不要參與違法行為 任何人如果去煽惑他人投廢票 或者不投票 都是犯了我們的選舉法 我們的執法部門 尤其是廉政公署一定會嚴打 所以我再次去警惕 所有任何嘗試破壞今次選舉的人 市民也應該很理性地行使他的公民權利 政府選前一日舉行區選奔奔日 包括晚上在西九文化區 舉辦大型戶外音樂會 並在汪仔海濱和沙田公園轉播 李家超希望選民星期日尽早投票 主席陸啟康說 掌者中心接種掌者往返票站 只要過程中沒有有市掌者投票給某一個候選人 就沒有違反選舉法例 選舉法例就說任何人都不可以提供利益 去有市任何一個人投票給某一個候選人 所以這件事是會違反選舉法例 亦都會違反選舉指引 但是如果他只是提供了這個巴士 沒有有市任何人去投哪一個候選人 這個是容許的 所有提供這些交通方便 或者交通工具去接載選民去投票 就不可以在途中去提供任何的利益 或者任何有市他們去投哪一個候選人 所以我們相信這個他們會遵守 但是如果我們接到有關的投訴 我們一定會跟進 選舉事務處設立四個模擬投票站 給選民熟習投票流程 王家春報道 選管會主席陸啟康去到北國社區會堂模擬票站 示範投票流程 選民可以憑身份證明文件 選民可以憑身份證明文件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但是選民在投票站裡面 絕對不可以向其他人展示 或者分享這個紙張 也都需要在投票完成之後 這個紙張是要帶來這個票站的 否則就可能觸犯這個選舉法例 社區資助過百間獎者中心 接送獎者往返票站 被問到會不會派員監察 陸啟康說收到投訴會跟進 所有提供這些交通方便 或者交通工具去接載選民去投票 就不可以在途中去提供任何的利益 或者任何的有史 他們去投哪一個候選人 所以如果我們相信他們會遵守 但是我們如果是接到有關的投訴 我們一定會跟進的 選管會截至上個月27號 收到近1200宗投訴 超過六成是涉及選舉廣告 今屆區選 地方選區改為商議席單票制 選官會提醒選民 只需要在選票上吸一個踢 吸多了就會視為廢票 有線新聞王家俊報導 政府進一步推動選舉氣氛 投票日票站旁邊會設打卡位 市民可以跟選舉吉祥物 票箱補補展示板合照 投票之後會獲發一張 由公務員設計的心意卡 政府說兩項貼心安排 純粹是與民同樂 增加市民對區選的關心和關注 再次呼籲市民先用手上一票 國泰航空首次與理大合辦建集機師培訓課程 21個建集機師完成55個星期的培訓課程正式畢業 國泰的建集機師培訓課程已經舉行35屆 今屆是第一次由理大提供150日的理論課程 包括至少750小時的教學和考試 之後再到美國接受飛行訓練 國泰行政總裁林兆波說 過去35年培訓過千名本地機師 今明兩年配合逆後復甦 會招募800個學員 建造業家研究設工人寄分制 提高和監督地盤人員的安全意識 僱主招聘時可以參考分數 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 認為意外責任不應該只是針對工人 建造業家研究設工人寄分制 如果我就這樣聽到工人寄分制 我會很直接地想到就是工人 但其實我們要知道背後 一個意外背後不是說一個人的責任 一個意外出現可能是 有些安全裝備訊息沒有給的 或者是根本的環境不安全 或者是沒有鼓勵工人用一些安全的措施 這些都是我們要知道的根本問題 不只是說工人魯莽或者是不安全 回來新聞時間 全港官商中學 今個學年按年成增加兩班 有12間學校加班 11間要熟白 業界相信 兩地通關和高財通計劃 令到學生增加 李榮忠報道 教局公布新一份中學概覽 列出全港中學今個學年開班情況 今年是近年來首次中一班數有症增長 有被過往幾年的大幅減班 今年有11間中學要縮班 一共減開11班中一 分佈在灣仔、黃大仙、北區等 其中東區有5間中學各選一班 除了即將轉變辦學營運模式 今年停收中一學生的敏橋中學之外 其餘4間都是採用循環式平衡班級結構 即是隔年少收一班中一 有12間中學都有加班 去年是縮班重災區的沙田 今年就止著跌勢 人際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加開1班中一 東涌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黃楚彪中學更加加2班中一 合共加13班中一 計及加減的班數 今個學年中學多開2班中一 尊重議會主席李依仍相信 是復償之後多了內地的港籍學生來香港讀書 多了一些高才通的人士 他們的子女也有找學位 不是只集中在某區 可能在不同區域都有 變成增加了生源 舒緩了縮班壓力 但是我們也會謹慎看未來的情況 因為始終新增的生源不一定是長期持續的情況 另外有11間官津中學只開2班中一 根據教育局今個學年採用的新開班機制 當中有9間中學之後最多只能開2班 灣仔區的河東中學和鄧紹堅維多利亞官納中學 由前年開始逐年減班 近年來更加首次只開辦2班中一 有線新聞李榮中報導 房委會觀塘安達神道公屋地盤 成為首個採用組裝合成法落成的項目 配合即到即將策略 預計手動明年可以完工 麗仙桐報導 這個3至5人單位的客飯廳連廚房 大約11噸重 加上4噸的吊架 由天晴吊混和組裝 整個過程大約20至30分鐘完成 5日內就可以建好一層樓 一共安裝70個組件 施工效率和品質控制都有所提升 地盤位於安達神道石礦牆 由於附近沒有提供物流和臨時儲存組件的空地 成建商採用積度積裝的策略 自行研發智慧工地管理平台 以便隨時監測運輸和施工進度 每一件組件 在國內的廠上了運輸車之後 我們會擺一個GPS的定位監測系統 適時實時去監測著它運送的路程 路途和時間表 每個工人都配備智能手錶和氣體監測器 方便管理人員監測工作情況之餘 遇到突發情況都可以盡快安排撤離 你見到我們今天全套裝扮 我們都很注重工地的安全 我想在這個時候工地安全是所有的守衛 所以用了新的技術 都可以令到我們的安全的提升 亦都幫助了我們將來的建築 可以有更多在這一方面的研究 項目至今已經建好四層 組裝了285個組件 其餘組件會陸續送到地盤 預計春年第三季員工 整棟大樓建好之後 會有17層高 提供420個單位 連同其他兩棟大樓 整個項目將會有1410火 目標2025年落成 有線新聞,來線同報導 薄庫林救護站火警,無人受傷 位於薄庫林到的救援站 上午7點多 地下儲物室突然冒煙起火 20名救護員自行疏散 鄰近消防局派出一隊煙武隊 用一條喉將火救息 調查相信一台自動心外壓機 中電器過熱引起火警 事件無可疑 黃大仙爆水管 一架洗經的城巴 跌落露瀚造成的地孔 沒有人受傷 城巴兩個車輪陷入地孔 卡住,車身傾側 凌晨5點多,東頭村道 黃大仙下村濃圍流外 一條水管爆裂 大量砂石被水沖走引致露瀚 這架城巴經過上指期間 跌落地孔 有私家車和貨車相撞 一人不惜送員 這架私家車的車頭和車尾嚴重損毀 安全器袋彈出 凌晨3點多 一架私家車沿著窩打路道 往沙田方向行駛 走到近溪幅度的時候 懷疑失控和貨車相撞 再撞向路中鐵欄 貨車司機不惜需要送員自離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東北停市最快明年7月實施 港交所聯席營運總監姚家仁說 人身安全是考慮重點 鼓勵業界要他處理業務 袁智聰報道 由行政總裁歐冠聲剛剛上任的時候 曾經因為黑雨停市表示驚訝 去到上個月底 正式就惡劣天氣維持開市展開諮詢 前後相隔兩年 港交所聯席營運總監姚家仁 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解釋 市場已經普遍認同打風開市的決定 所以希望推出諮詢的時候 已經有較完整的方案 大家都非常支持在烏烈天氣開市議案 問題就是裏面怎樣做得更加完美 當然人身安全是這個方案裏面的重點 所以盡可能的話 我希望可以遙距 用了其他電子的方式去處理有關的業務 過去疫情的原因 其實有很多券商、銀行、其他市場的參與者 也都已經適應了 其實有一定的遙距的操作能力 他說券商一般已經額外配備一套備用的交易系統 不擔心惡劣天氣之下 才出現系統故障的問題 除了打風開市 港交所今年也都有不少市場改革 先有3月互聯互通機制擴用 再有5月互換通上市 以及6月推出人民幣商櫃台 但是港股表現仍然未見起色 姚家仁認為改革是部署中長線發展 這一類型的舉措 其實都是我們要因應市場發展 增量的需要去推出去面對市場 所以這些不停的優化措施 我相信是強化我們本身市場的營運能力 令到將來它的增量 或者再增多參與者進來我們的市場的時候 它有一個更好的環境去做交易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從市場最好的原則 原理去推動 所以它更加重要的看法就是長遠的發展 它說本港市場不是只有港股 不應該忽視衍生產品 以及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市場的發展 例如ETF交易量按年已經逆市增長兩成 未來將會積極吸引更多發行人 來到香港發行ETF 改善市場結構方面 它說也會著手探討每搜股數 收窄買賣差價等等的措施 美國起訴一個前外交官 涉嫌為古巴做間諜超過40年獲取非公開信息 影響華府外交政策 司法部說 這是對華府影響最大、時間最長的滲透活動之一 何榮媚報導 73歲的前駐玻利維亞大使羅查 被起訴多項聯邦罪名 包括非法出任外國代理人 和使用欺詐得尼的護照等 他上星期五在麥亞密家被捕 星期一出庭認訊 案情指來自哥倫比亞的羅查 1981-2002年在國務院工作 出任國安委員會美洲事務主任 和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等 2006-2012年 擔任美軍南方司令部司令顧問 職責範圍包括涉及古巴的事務 起訴書說羅查向美國提供虛假和誤導資訊 而執行秘密任務 前往境外會見古巴情報人員 並透過作出虛假陳述 以獲取旅遊證件 他在去年和今年的一系列會議中 向武衝古巴情報總局秘密代表的 聯邦調查局臥底特工 承認為古巴工作幾十年 會面期間不斷將美國稱為敵人 叫古巴情報人員做同志 司法部長加蘭形容羅查公然違法誓言 背叛美國人民 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表示會與情報機關合作 評估事件對國家安全的長期影響 由善新聞賀永媚報導 內地教育部要求做好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控 加強監測預警 保障正常教育教學秩序 教育澳印發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 設施設做好冬季流行疾病防控工作 重視多病共防 加強監測預警干預 強化日常健康教育 指導有發熱、吸受等症狀的師生 做好防護、及時就診、不帶病上課和上學 加強患病學生服務 完善應對預案 對因病缺勤的學生 指導利用線上教學資源居家學習 對學生患病期間的作業不做硬性要求 並要做好物資保障、做好責任落實 確保各項防控措施落實到位 旅居英國的大熊貓楊光和甜甜 離開居住了12年的蘇格蘭愛丁堡動物園 飛底城出四川成都雙流機場 魚絲蘭報道 英國愛丁堡動物園的工作人員 將載著陽光和甜甜的箱 移送到貨車上 並準備大量畜業給牠們享用 大熊貓啟程之前要先隔離幾天 不少民眾都特地前往道別 Panda means China for me and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I mean, think about it It's willing to give animals from their own country a way for the people to globally see them and it's such a pleasure and it's such a kind gesture 有人認為兩隻大熊貓激發起民眾保護大自然的心 Because they are such an iconic species and because they are such a popular storybook species that when people see them in real life there's such an emotional response and tha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enable people to connect to nature to be able to love animals more 蘇格蘭王家動物學會 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 在2011年達成協議 將陽光和甜甜租借給愛丁堡動物園 為期十年 但因為新冠疫情延遲了歸期 有線新聞如斯南報導 其他新聞 內地持續爆發呼吸道傳染病 國家衛健委要求用盡辦法挖掘資源 開展醫科診療服務 指示各地基層醫療機構不得拒診兒童 陳健明報導 廣州醫院近日爆滿 有家長為發燒的子女拿籌 排到600多號 不少人寧願到附近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移科門趁堤病 當地有街道社區醫院 每日收治超過700名病人 加開夜診到9點 病人不用等就可以直接看病 針對兒童求診困難的問題 國家衛健委發布通知 說多地呼吸道疾病流行期跌加 兒童醫療需求明顯增多 要求用盡一切辦法 挖掘資源 展開兒科診療服務 各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 全面向兒童開放 不得拒診 經兒科培訓的全科醫生 也要加入 盡早識別診斷 基層機構應該每日延長服務 或著情星期六日加開 保持發熱診室 應切盡切 應開盡開 我們調配了內科 感染科 全科等等科室的醫生 全力支持我們兒科 跟急診科跟發熱門診的相關人員 一起參與一個排班 緩解病人的救診高峰 衛健委也要求醫院預留門診號 交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 為居民預約 引導輕症兒童優先基層就診 情況穩定的就從醫院轉到基層治療 廣州、北京等地的基層醫療機構和醫院 亦設有手機程式 比病人網上預約掛號之餘 還可以視像診療 有線新聞 陳健明報導 內地一家茶飲連鎖店 有產品因為涉嫌違反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要傳訴下架 茶飲店上個月底 和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 推出聯名新品 但因為包裝含有宗教元素引起爭議 涉嫌違反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以宗教名義進行商業宣傳 深圳市民族宗教事務局 上星期五約談那間茶飲連鎖店 內地傳媒引述局方工作人員報導 公司有配合調查 相關產品已經在星期日全數下架 內地快递年業務量第一次突破 1200億件創歷史新高 當局說快递業務增長 反映了消費市場持續有改善 劉卓南報導 即時監測數據顯示 星期一晚上 一件從雲南昆明寄去四川成都的鮮花快递 成懷內地今年第1200億件快递 數量創歷史新高 當局說可以從包裹數量反映出經濟環境 至今年3月以來 內地單月快递量超過8億件 每月平均收入超過900億元人民幣 11月作為快递的旺季 每日平均的快递量更超過4.3億件 近年以來 我國市場銷售增長加快 服務消費實現較快增長 展現出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的獨有優勢 不僅為快递業更好發揮支撐作用 提供了機會和空間 也為快递業的持續高質量發展 提供了潛力、機遇和活力 內地快递業在融入公路、鐵路、航空、水運 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同時 也加大了與科技的深度融合 例如透過大數據改善前置倉的效益 提高包括處理效率的自動化分檢設備 還有為校園配送 偏遠農村地區派件的無人車和無人機 當局表示 內地快递服務網絡 已經可以聯通送達全球各地 成為現代物流領域覆蓋面最廣 生產效率提升最快的代表性行業 有線新聞劉卓蘭報導 內地近年越來越多人選擇做兼職或臨時工 有學者說 目前正在經歷產業轉型 臨時職位或可能為經濟帶來換衝作用 駐廣州記者許滬航不達 前兩天剛忙完草莓月節 然後明天又要去澳門拍攝一些東西了 原本任職電商平台服裝店的豆花 半年前決定轉做兼職臨時工 在打長工的時候 就是真的情緒波動很大 可能晚上加班過十二點之後 整個人就開始造起來了 然後現在就是持著之後 就是整個人很平緩 就是心態又會好一點 檢職的時候做過臨時演員 神秘顧客、洗牙體驗官等等 豆花說喜歡過程中的體驗和新鮮感 不是純粹出賣勞力 比方說之前去了一個遊戲公司 然後當工作人員 就是能感受到他們公司的那種氛圍 然後比較好玩一點 也不會說那麼乏味 我在這期間也是嘗試了很多東西 我並不是說就是直接選擇躺平 今年頭半年內地青年失業率持續是高位 並且逐個月攀升 根據內地當局的統計方式 只要每個星期工作一個小時 都不算失業 有學者說目前內地 處於產業轉型狀態 傳統行業可能裁員 而靠互聯網發展衍生出來的 大量臨時兼職 正好有緩衝和互補作用 可以讓到不同階層的人獲得就業機會 比如說以前非常火熱的房地產銷售 那現在房地產不好的時候 他就失業了 那他重新找工作 所以他可能短期之內找不到好的岗位 他就會選擇先做個兼職 但是收入跟你全職打工差不多 所以我們認為說今天 比如開滴滴 一個月可能也會有個五六千塊錢 六七千塊錢 所以跟正常的去打工 其實他的收入水平差距不是那麼遠 學者又說隨著數字化經濟轉型 以及產業升級 未來市場上會有更多的長期崗位和機會 相信可以容納目前做兼職的人 有線新聞 駐廣州記者許胡鴻報道 香港網球公開賽 月尾在維園上演 相隔21年 本地再舉辦男子職業巡迴賽 單打資格賽今個月31日舉行 單打和雙打正賽一日之後展開 下個月7日決出冠軍 世界排名第五 俄羅斯的魯布列夫 以及卡查諾夫 泰科爾 三位排名前20的球手 會來到香港參賽 香港新星王澤林會主場出戰 他說近年進步不少 亞運擊敗吳亦炳令他開竅 有信心 和世界級的選手較量 然後第三位 這一年裏面 我又好像一千了 是不是 升到現在二百五十 都 都真的幾大的距離 我覺得 我很相信我的教練 我的團隊 他們一直都覺得我是可以的 我們每一天都去 一直看著我的目標來進發 我們這個 這年的目標就是頭三百 我現在就 叫做超了 現在二百五十 都沒有想過 中西區剛剛舉辦完一個堅龍夜市 候選人認為這個夜市的吸引力夠不夠呢? 現時不少香港人都習慣北上消費 候選人認為這一類的夜市 可以怎樣增加吸引力 吸引港人流港消費呢? 堅龍夜市的確是為了我們 堅利地城和中西區帶來人流 但是很多商戶反映 其實是旺丁不旺財 我們夜市究竟是應該提供居民一個休憩娛樂 還是真的為了夜經濟 我們覺得夜經濟是要一些大型的活動 亦都需要一些特色的項目 才可以推動到夜經濟 堅龍夜市有好有不好 我們民建聯益也都收到很多個案求助 就是附近的居民說 當日樂隊的表演聲線真是過大 是吵到他們的作息 我們亦都立即聯絡部門作出一個跟進 而怎樣增加這個吸引力呢?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做好政策的擦場鬆綁 例如放寬食牌 讓他們都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去推動夜市 推動夜經濟 堅龍夜市其實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我們知道其實有很多要吸引我們本地 留在香港消費 最重要的其實是要融合我們西區的特色 例如我們青年的創意市集畫等等 其實可以更加提高到我們自己本身 港人留港消費 最重要的還有一件就是 希望可以吸引外區的朋友來消費 我們一定要有個清晰的指示 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做得更加好 香港自從疫情之後 其實大家的生活習慣就改變了很多 我們少了出街 少了去夜街 其實現在在香港經濟低迷的時候 其實搞夜生活 搞香港經濟 其實對我們市民是很大的得益 香港經濟好 市民才會開心 我希望政府搞多些對香港經濟好 市民有喜歡的措施 多謝 堅龍夜市是加入了氣盆遊樂場 這些懷舊元素 我認為是可以吸引到一些想體驗 香港集體回憶的遊客或市民 但香港就租金高 成本貴 想和內地的夜市鬥便宜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建議應該有自己獨特的角色 嘗試去發掘香港的歷史文化特色 以本土的元素去吸引市民和遊客在香港消費